有聽到 懂 對呀對呀 對呀對呀 漂亮 這個是我上個禮拜 送18K這個螢幕的時候 手動對焦 還是自動對焦 做了之後知道不行再去續 HDMI的線斷掉 一年多了 都沒有任何掛傷 早安 現在是8點53分 來 先煎個蛋 先煎荷包蛋 撒點鹽 這小炒 漂亮 好接下來泡咖啡 wwww 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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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包蛋 簡單弄個早餐 這是培根 起司 麵包 奇異果 雙蛋 拿鐵 好 簡單的早餐 拿鐵 我最近為什麼都泡拿鐵 因為牛奶滿大關的 我如果都是打果汁的話喝不完 拿鐵加起來 好 禮拜一 大家加油 我也不知道今天幹嘛 反正我知道很多事情 但我還沒有想到要先做什麼 到一件東西 這個是我上個禮拜 送修的東西 EDIFIRE的E235 我修了700塊 因為我的重低音 沒反應 主控制的主機 這顆 這顆重低音 沒聲音 其實我用很久了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好像很久沒有聽到它的聲音 原來 原來它壞掉 好 我們把它接回去看看 我現在 多客難 我現在用一顆小顆的 Go Candy的小喇叭 剪影片都用它 好啦 可以退下牢 嗯 主機要先接上 哇 裝好了 那個線在後面拉好久 來 播個音樂 有聽到 懂 好 OK 好了 好 接下來準備 午餐 準備午餐 時間好快 中午 現在時間是 1點 20分 午餐 好 晚安 現在是 6點 46分 我今天影片已經上去 6點半就上去 然後我剛剛在花 利用一點時間 在研究 這台8K播放 藍光片 效 那我發現 最近這幾天 我試著要拍 電視 我發現 在攝影技巧上面 我有很多地方要加強 像我剛剛在拍 8K這個螢幕的時候 我就發現 鏡頭放到那邊 究竟我要用 手動對焦 還是自動對焦 我發現 我用自動對焦 它光線明暗 會跑 會動 看起來 畫面不像人家 我看人家拍電視 拍得很漂亮 不知道是哪裡沒有停到 現在正在播 說蹲克爾克 大行動 好 椰漿 椰漿 這是椰里的 紅豆吐司 好 對阿 我剛才說 很多事情都是你 就是你開始做之後 你才發現 缺這個缺那個 不夠 我通常都是這樣子 就是 我不會一開始 例如說我今天要拍 一個什麼東西 我就開始去研究 我相機要怎麼弄 怎麼弄 才能拍 我不會這樣 我通常都是先做 然後才知道自己哪裡 哪裡不懂 那再去找答案 那這樣子 這個答案就會 記在我頭腦裡 會記的比較久 可是我如果一開始先 把所有可能發生的東西 先想過 然後再去 再去找答案 假設這次應用上 沒應用到 我就會忘記 所以我通常都是 遇到我才去學 有些人比較有計畫性的人 他可能就會 做一件事情之前 先想好 那如果沒有想好 他不敢做 那我比較大膽一點 我通常都是先做再說 做了之後 知道不行再去學 然後今天我發生一件事情 你看這條線 HDMI的線 斷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把這台A73 這台A73很重 上面又加上一個小螢幕 我把它放在這個腳架上 我在我房間裡面拍啊 不可能 因為要放在窗台上 不可能用大腳架 我就用這種小隻腳架 覺得它雲台鎖不緊 它雲台不夠力 所以造成 你轉緊之後 水平的都還好 那我今天在這個地方 我中午在打果汁 我本來想拍 我就把這個像 這個腳架放在這裡 可是這樣太高了 我就稍微有點 往下傾 有點這樣子 往下的角度去拍 但是我忽然想到 我手機沒有拿 我手機在裡面 我就 角度是朝下喔 我就這樣擺著 但我就在想說 它會不會倒下去 我還看了它到五秒鐘 我發現它都沒倒 我就進去拿手機 就聽到 一聲 從這裡翻下去 還好 它翻下去的時候 我下面那裡有一張椅子 掉到椅子 讓它滾到地上 只壓到這條線 所以 這HDMI線 歪掉 但是這個HDMI線 是要特別去買 因為這個是短的 而且它是 Micro HDMI 2 2 HDMI 這個短線壞掉 有時候你覺得 該不會那麼巧吧 只是離開一下下 就 就這樣 還好相機沒怎麼樣 其實我 離開的時候 我去拿 我心裡有在想 它該不會掉下來 應該不會 我進去拿一下 馬上出來 一進去就掉 莫非定 我昨天有講說 我手機 手機我會用保護殼 有沒有 因為我會 有時候不小心會摔到 所以我很注重這四個角 有沒有防護 至於其他部分就還好 像這個有防護的 你重量這樣 正面朝下 這個四個角的 凸點 比螢幕還高 所以這樣下去 不會摔到螢幕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手錶 我手錶都沒有做任何的防護 我為什麼不做 你知道嗎 因為基本上手錶 除非你去 敲到 否則手錶都戴在手上 不會掉落到地上 所以它沒有摔的問題 但它有撞的問題 對不對 那現在 Apple Watch的 這個表面 其實做的已經很 很堅硬了 你只要不要 太用力去撞到 基本上 都還 我這個已經用一年多了 都沒有任何掛傷 但我看有些人很誇張 要用保護框 保護貼 但是你們要注意一點 是當你用保護框 它有些保護框背面是凸起來 會造成你的心率偵測會不準 因為它凸起來會架高 架高的時候 有時候你的那個心率偵測 它沒辦法接近你的皮膚 尤其在水下 我記得好像有個朋友 反正就是游泳的時候 他問我說 你的游泳會不會心率紀錄不準確 我說不會 我說很準 他說他的會 原來他有裝框 可能是框影響到紀錄 尤其在水下的時候 水會從中間穿過去 搞不好 會影響它造 那個 綠光在造皮膚的反應 其實我覺得 這支錶 除非你是做初工的 否則我們一般上班族 正常在使用 不太有機會去碰撞到 如果你把它保護著 很怕的樣子 我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這錶真的 這樣子摸 感覺是很好的 這個是鋁合金 我完全沒有傷到 那我也是正常在用 你看人家那個戴明錶的勞力士 你有看到勞力士加框呢 加把護貼 不過每個人對東西的 習物的程度不同 我基本上我是比較屬於那種 用就盡量用它 真的壞掉就 就冷了 我不太會去貼那個油的 沒有啦 這我啦 我是這樣使用啦 給你們參考 我覺得很多事情是 你放開心 你會更 更享受那個過程 你怕這個怕那個 你會發現 你越怕的越容易重 真的 就像我剛才講的 今天很怕它倒下去 欸它就倒下去了 好 那今天 禮拜一嘛 禮拜一 很多人今天都很忙 很多人都有 所謂的Blue Monday 我是沒有 因為每天都差不多 好啦 掰掰 難了難了 他難了 動作好快喔 嗨 你叫我啊 你叫我嗎 你叫我嗎 你叫我啊 應該不會吧 一二 你動作好快 你剛剛很快衝過來對不對 是喔 是不是 是喔 是不是 是不是 這樣很舒服嗎 這樣舒服嗎 你要走 走